红尘破浪两茫茫 人辱柔和是妙方 从来应努咸仙断 自古钢刀口一伤 人为贪财身仙丧 鸟为夺食命早亡 任你奸华多取巧 是难免黄骄 土内藏 有好朋友在留言区跟我说 咱们是不是算开心书了呀 其实我也不知道咱们算不算开心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清平准杆尔之战呢 和这个清平大小合作之乱 这两部书啊 这中间呢并没隔着功夫 也就是说呀 这八旗兵在北疆正平着准步的时候啊 这南疆的回步跟着就乱了 咱们讲到啊 这阿姆萨纳死在了俄国 然后直接就讲这大小合作之乱呢 实际上作为这个事件讲述者的我呀 心有不甘 为什么呀 因为呀 关于准杆尔韩国的一些故事和人物啊 咱们在这会儿不讲 可能啊 永远也提不到 讲不到了 但有人就说了 你为什么没在这故事主线里 把它讲清楚呢 因为他呀 跟这个故事主线单摆符歌着 往哪个就是差呢 都显得呀 比较生硬 所以说呢 就安排了这两集的时宜 也是啊 您给我点功夫 我把那个大小合作的稿子呀 多写出两回来 这样呢 过两天咱们讲起来呀 就比较连贯 哎 省得给您断更了 一旦断更 您又不乐意 不是 得嘞 咱们闲言少去呀 继续讲这准杆尔的十一故事 哎 我估计呀 也就今了 咱们呢 纵观这准杆尔韩国呀 最后一个阶段 咱们呀 就从那个末代大韩达瓦齐开始 哎 也别说呀 从达瓦齐开始了 从那个喇嘛达尔扎开始啊 实际上这准杆尔韩国 就不存在什么国运了 从这个达瓦齐谋逆开始 实际上就背离了 这准杆尔韩国家族传承韩位的顺序 虽然呢 这达瓦齐呀 他也姓绰罗斯 可是他没有资格继承韩位 在这个魏拉特法典上啊 写的清楚 必须是这杆尔丹一脉的嫡系 这民间怨声载道 不光是因为这个达瓦齐是个昏军 是个暴君 他这韩位来之不正啊 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后来像阿姆尔撒那呀 嘎勒藏多尔基呀 这些人呢 这老百姓就更认为 他们不是大韩的人选 其实这些人呢 哎 他们心里也明镜似的 他们借助这个大清朝 借助巴西军的实力 拿下草原的实际控制权 他们争的都叫做四部总韩 也就是乾隆皇帝先封的四部大韩 他们要做的都是这四部会盟的头子 也就是说呀 顶天的就是这个四个韩王里边的小组长 望远了 说呀咱们不清楚 望近了 说他们都不敢说自己要做这个准部的可汗 也就是说呀 无论谁当了这个四部的总汗啊 都还得依附于大清朝廷 实际上说呀 这就是狼子野心 有这个想法就证明以后必反 俨然呢 这仗势越大呀 这乾隆皇帝心里就越坚定 哎 你们就闹 你们越这么着闹啊 这乾隆皇帝越不放心 把你们留在这个地方啊 日后生乱 所以呀 才导致了这八旗兵 最后把这个魏拉特呀 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净 那么说嘞 这整个的墨西蒙古 哎 准凯尔韩国魏拉特一部 就没有一个明媚人看出这一点来吗 有 这个人的名字呀 叫马木特 这个马木特呀 在咱们前文书当中提到过 您还记不记得戈登山一战 率领二十四名骑兵 一下子就打垮了一万多准凯尔兵 俘虏了六千五百人的阿玉西 阿玉西呢 原来呀是准凯尔部一名管理木马的宰丧 哎 后来呢 因为犯了事逃到了大清朝 这乾隆皇帝也不识的阿玉西也有什么本事 一打听啊 原来在准凯尔韩国呀 无非就是管理木马的一个小官 那么你来到了这个大清朝 来到天朝以后啊 干脆就让你啊 还管马 这阿玉西也在准凯尔韩国的时候 就和这个马木特认识 这个马木特呀 投降大清以后啊 那待遇和阿玉西可不一样 因为呀 在准凯尔韩国的时候 这马木特就是一位大宰丧 不但呢 能够率兵打仗啊 强硬到什么程度啊 曾经在雍正年啊 带领两万准凯尔士兵啊 击溃过八旗大军 这老将军呢 不但能武 而且能闻 受这个准凯尔大韩之命 曾经多次进藏熬茶 咱们说过这蒙古人到藏区去熬茶呀 表面上看呢 失去西藏啊 布什寺庙 实际上就是一种外交方式 这西藏的政权就是政教合一 这喇嘛呀 在西藏啊 有绝对的势力和绝对的话语权 那你去寺庙里边送礼的呀 就和给这个西藏政府送礼没区别 就这么有能力的一员老臣呢 达瓦奇异当权容不下他 把他挤的跑了 哎 投办了大清 这才见到了马木特 于是就向乾隆皇队薄举了此人 这才有的后文书 二十五计破一万 秦获六千五 戈登山一战大盛 您看这个美国最著名的西点军校没有 中国很多呀 以少胜多的军事案例呀 都被他们写进了教科书 您比如什么这个赤壁之战呢 比如什么关渡之战呢 可是这个戈登山大劫呀 他就是不写 哎 原因有两个 一是呢 他就不信 其二呢 即便这件事情是真的呀 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成分呢 是偶然性 哎 这话呀 就得说到乾隆二十年了 随着这个清平准改尔的大军呢 开进墨西蒙古 这马木特呀 带着自己的部众 领着一支军队 也回到了墨西蒙古 并且呀 还是这个西路军 也就是这个班地 鄂荣安那支军队的副统帅 那么说这阿姆萨纳 反了以后 这班地 鄂荣安二人呢 双双自杀在黑山头 这马木特哪儿去了呢 实际上啊 这马木特呀 在本部的牧场啊 他没动 他为什么没动啊 因为年纪很大 这会儿的马木特呀 他重病了 当这个阿姆萨纳的叛军杀到之后 这马木特是准备呀 跨伤坐骑是逃离此处的 怎奈呀 刚走出不远 迎面就碰到了贼兵 那这马木特是什么人呢 原来就是航武出身 战功卓著 看见这个叛军来了 二话不说 抄家伙就砍 在这个马上连设待砍呢 几名叛军啊 还真就没靠上前 迎上来的三五个叛军呢 还就真让他给放倒了 可是啊 毕竟这年事已高 并且又身染重病 这史书上讲啊 是久病未遇 历尽马一疆 一下子就被扑下了坐骑 最后啊 让人家给活捉了 就被绑到了 阿姆萨纳的帐前 这阿妮是什么人啊 您别看他年纪轻轻 他呀 可是懂得拉拢人才的 他觉得这个马木特呀 是个人才 不但呢 威望高 而且呀 是真有本事 那么就劝降吧 劝降啊 马木特是一口回绝 这马木特呀 跟这个阿姆萨纳说 看在你我呀 都曾经在这大清朝廷 同朝为官的份上 我劝你一句 别折腾 没戏 这马木特说呀 我就说一点 哎 你即便能做上这四步总寒 你也做不了这厄鲁特之主 那这阿姆萨纳说 那为什么呢 哎 这马木特呀 就只说了五个字 那就因为呀 救主 四一绝 您别看的只有五个字 这里边充满了嘲讽 以及瞧不起 这马木特的意思是说呀 这准个二韩国大韩一脉 这子嗣啊 绝了 没有继承人了 你要是想做大韩呢 从法 理上啊 不配 所以说呢 你做不到振逼一呼 掀不起多大的浪来 这阿姆萨纳的再好的脾气 再想要这马木特投降啊 他也忍不了这个呀 于是就下令把这马木特呀 用弓弦给勒死了 乾隆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感动 哎 特地呢 为这个马木特赐号信勇 还让他的孙子扎木禅 习了他的三等信勇功 这最后啊 乾隆皇帝死结白裂的 还要为人家非要写一首诗 这诗啊 可了长了 最后四句也是这么写的 烈士何处无 为何分欲乡 路实隐阔词 千古留生方 哎 那这诗写的怎么样呢 您要是会写诗啊 您肯定比他写的强 您要是不会写诗啊 弄不好啊 和他杀一平手 咱们讲这故事的目的呀 没有别的 就是为了让您明白呀 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这个大业的过程当中啊 还有这么一位烈士 蒙古族 厄鲁特蒙古 马木特 这接下来呀 咱们还得聊一个小故事 这段书呢 虽然它不是一个故事 但是我认为呀 它也是个有意思的点 如果单开一集来聊啊 没有那么长的篇幅 如果往细了讲啊 我想讲个三五十集 也不成问题 这就是咱们自打讲这个 清平准盖尔之战以来呀 一直在留言区 有好朋友跟我提到的 东归英雄传的故事 那咱们既然把它安排在 最后这几分钟来讲啊 肯定不是要讲整个 东归英雄传的故事 那咱们从哪入手讲呢 哎 咱们就从啊 这阿姆萨纳 反叛的末期 在这个准部啊 又一位蒙古太纪反了 这个太纪的身份呢 比起其他的蒙古贵族而言呢 略有些不一样 因为他就是图尔霍特部 这位太纪的名字呀 叫做舍棱 有人说不对吧 这图尔霍特部 不是在这准盖尔韩国的中期 就受不了这韩国的统治压迫 举步流亡到这俄罗斯 福尔加河流域 去游牧了吗 哎 得说啊 他有没走干净的 这一部图尔霍特呀 就是留下来的 这舍棱啊 不知道怎么想的 哪根脑子筋啊 搭错的弦 进了水了 就上去自己的孤独一支啊 不说抱粗腿 还跟着这些叛乱分子啊 还就烦了 那您想想赵慧何等之横啊 来了之后 噼里啪啦率领八七军 就把这个反叛的火苗给熄灭了 那么说这支图尔霍特部 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吗 没有 实际上大军一到啊 抱着脑袋就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是赵慧的一位副将 是一位副都统叫做唐喀露 唐喀露一看呢 他们投降啊 原本是很高兴的 谁愿意打仗啊 投降啊 就免得刀兵了 于是当天晚上啊 就大摆宴席 这其一呢 就是为了庆祝 免了这刀兵之乱 这最重要的呢 当然是为了欢迎这舍棱啊 率众来头 谁想啊 这饮宴之后到了深夜啊 这舍棱啊 露出了真面目 谁想他是假投降啊 这些土耳胡特人呢 就把这一队清军 全给杀害了 这其中啊 当然也包括 这位副都统唐喀露 辗转之间呢 这群这个土耳胡特啊 就跑到了俄罗斯 到了福尔加河流域 就找到了他们的大部队 这舍棱啊 就见到了大韩沃巴西 他跟这个沃巴西说呀 我的韩王 现在可是个 亲载难逢的好机会 整个这墨西蒙古啊 已然没有蒙古人了 这所有的厄鲁特全被巴西军杀光了 这会儿我们要是杀回准布啊 那那片土地啊 可就是咱们的了 这沃巴西怎么想的呀 咱们不清楚 可是后来咱们知道啊 这沃巴西他没有回到新疆 这和这个沙俄军队的追赶 以及乾隆皇帝强硬的态度 让这只土耳霍特布啊 不要回到原来准布地区 有关系 所以说这只土耳霍特布 是为了回到这个准布 去建立一支自己的韩国 还是为了投奔呢 强大的祖国 这件事情值得人质疑 更何况 他们从来没做过大清朝的蜀民 他们能和这大清朝廷 和这乾隆皇帝那么亲密吗 一心就要投奔清朝 做这大清子民 这几句话呀 无非是我呀 想点醒您一下 真的要想听东归英雄传呢 也不是不行 您容我呀 慢慢的写稿 咱们慢慢来 得嘞 您早歇着 咱们呀明儿见